今天我想說一宗在香港沒什麼人留意的新聞 是新華社昨天的一則消息 說十九大大家知道有習近平總書記的一個重要講話 叫做黨的十九大報告單行本中文繁體版 新華社這個報道在十月尾在香港上架開售 掀起一個銷售熱潮 截至11月3日累計發行近一萬五千冊 創時政類圖書發行量歷史新高 如果這個發行量是一萬五千冊 確實是創時政類圖書發行量歷史新高 但是發行是否就等於銷售賣到呢 這個新華社的報道引述香港聯合出版集團的有限公司董事 兼副總裁李濟平就這麼說 他說黨的十九大報告單行本在繁體版上市之後 深受香港各界歡迎 不少社團組織研究機構政府部門等積極預訂讀者反應熱烈 形成一股關注了解和學習十九大精神的熱潮 新華社記者就在這個三聯書店 灣仔的三聯書店看到這本書的內容的權威 編教嚴謹編複適中符合港人的閱讀習慣 他說書店工作人員介紹一家社團七天一次訂 200本 很多讀者專程來這本書店購買詞書 如果香港記者看完這段報道 我們的習慣是什麼呢 習慣當然要求證 於是去官堂三聯分店問 十九大報告的立場新聞記者 有沒有啊 三聯專店說金鐘灣仔元朗分店就有 我們這裡就沒有 報道也引述 讀者表示對於能夠快速拿到這個單行本 非常之動 很激動 認為十九大報告以單行本的形式 如此快速送到民眾手中 在香港前所未有 你和我都是在香港生活的 是吧 這些報道 我長大過程裡面 看過了 如果看左報 什麼時間會有的呢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最多 當然毛下東再小的時候 還未到文革之前也有 那時候我還小 不是很懂事 到文革或者打喉 那些極左思想還行的時候 這些這樣的報道 這些弄虛作假 我不敢說是不是真的弄虛作假 這些這麼誇張的報道 那時候就很多 那是不是真的弄虛作假呢 我就按常理推斷 如果他這個說法就是說 不少社團組織研究機構 政府部門等積極預訂 讀者反應熱烈 形成一股關注了解和學習十九大之神的熱潮 那前面這幾句呢 我就不敢包是不會發生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第一就是很多左派機構公司 團體這樣 可能都會集體預訂 比如一個機構 車裡面訂二百本 我覺得也不奇怪 以前的說法就是大公文匯 現在也是 在香港的發行量 銷售量這麼低 那為什麼可以生存呢 除了阿爺 就是這樣賣錢給他之外 有很多機構 很多左派的團體 一定必然要看 我不知道收錢不收錢 所以發行量 有差不多 那究竟 這些左派的機構團體 是不是指定動作 一定要人受一本 於是就要去訂 表示忠貞 那我也不奇怪 但是你說 是讀者反應熱烈 形成一股關注 了解和學習 九大精神的熱潮 我就不知從何談起 究竟在哪裡發生 看完這則報道之後 我的感覺是什麼呢 那記者 新華社記者 報導這個新聞的時候 就是殺有介事 非常認真去寫 他每一隻字都寫得很認真的 是吧 就是 引述一些讀者 能夠快速拿到這個 非常激動 當然會有一個讀者 或者兩個讀者 很激動 這個是不是 一個香港 普遍出現的現象 我相信 香港當然不會普遍出現 連大陸的大城市 都不會普遍出現這種現象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 中國式 要宣傳 要宣傳 這個習大大 這個新時代 的一種報導形式 和當年 就是宣傳暗謀的 報導的方式 是非常非常之近似的 所以 我看完這則新聞之後 我就慨嘆 會不會這個會成為了 將來可能不出 可能三四年 十年八載之後 的香港的新聞的一個 報導的一種 一種 一般來說都是用這種形式 這樣 好了 說完這件事之後 今天有另一個新聞 令人覺得很 很詫異 又可以 或者說 都容易理解 就是什麼呢 大家還記得 習近平和 率領六個常委 在十九大之後 去到上海 上海一大開會的會址 當時 國安當的非法組織 被國民黨追殺 是秘密會議 在那裡舉起拳頭 右手的拳頭 就向這個 這個宣誓 根據這個黨章做宣誓 原來這個動作 在全國牽涉一片熱潮 這個真的是 很多的黨組 都是用同樣的方法去做 有一個新聞說 張曉明 現在是港澳辦主任 昨天8日 率領港澳辦的黨組書記 和黨組成員 在那裡 進行集體宣誓 要保持忠誠之心 提升政治站位 為什麼呢 參加宣誓的 憲法宣誓47人 包括 例如辦公室的司儲級幹部 領導班子的成員等等 對著國旗國徽 全體起立 向國旗同唱國歌領事人 然後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左手放在那裡 右手舉拳 宣誓 宣誓的內容有五點要求 保持忠誠之心和提升政治站位 忠誠之心放在第一位 這種形式主義 在習大帝帶頭之後 我想全國都會推行 張曉明當然要緊緊 毫不例外 我將這兩則新聞 放在一起 看得到 就是說究竟這個忠誠之心 保持忠誠之心 根據基本辦事的宣誓 應容在香港的時候 包括不包括 包括不包括 將香港的實況 將香港的情況 實實在在 如實地反映給中國政府 還是新華社這篇報道為了測鞋 就說 十九大報告的單行判 在香港牽涉一股 閱讀的熱潮呢 究竟 我們會這樣看 一頁之秋 一段短短的 新華社的報道 亦都反映到 究竟這班官員 將香港的實況 有幾多分之幾 真正正的 告訴中國政府 聽 給中國政府明白 然後對香港實現一個 比較適合的政策 我看完之後報道 看完張曉明的宣誓 我真是心中有數 看完日子 原來去年十月開始 這個頻道 心直口快 這個頻道 就已經放了 Youtube上面 到現在呢 不驚不覺 嘩 一年了 一周年 我在這裡 衷心感謝 我們各位觀眾聽眾 對我的支持 大約三個月之前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有一個月定的計劃 用實質支持我 這樣 反應是良好的 亦都反映到 香港的市民 甚至是在 本來是香港人 不過移居了去世界各地的人 香港市民 其實都仍然是心 心是香港 他們在海外都是 很支持我 亦都是恆常地去上去這個頻道那裏 看我對香港的一些時事的分析 那當然 有了大家的實質支持 我就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就大了很多 這個支持我希望是不會間斷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我呢 有很多種方法的 就包括 用一個月定計劃 你去這個網址 這個是我的blog來的 那你去到呢 最好用一個網絡版 就看到 用PayPal的月定的方法 那你說我不想月定 我想一次過 那你用PayPal 是可以一次過這樣 是通過這個PayPal去支持我 這個方法呢 亦都可以的 那另外呢 當然你都可以 入我的銀行戶口 把支票也好 其他的方式入我的銀行戶口 我也是相當歡迎的 那如果你想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呢 你可以通過Facebook 來PM我 那還有一個方法 很多人都這樣做的了 就是寫滑線支票 抬頭寫我的中文或者英文名 寄去以下這個地址 我都會收到的 那我在這裡呢 就希望大家 一年了 繼續支持我 希望我也都有一個動力 繼續 做這個 深藉口快的channel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環境 香港的形勢 香港的言論自由 其實是 越來越 惡劣的 我是盡我少許的勉力 希望 在香港 仍然留在香港的 或者是移居在海外的 香港人 對於香港的情況 是有一個不同的了解 和分析的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 通過不同的角度 令到自己的頭腦清醒些 然後做一個明智的決定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